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一个礼拜没直播怎么觉得好像如隔三秋啊 身为同行努力向我看起 哇 赞哦 啊大家这个你们开工很久了 不好意思啊我礼拜一这个礼拜才刚开工的 第一个是这个卡西提汽车精品 Carsity 这个就是我们上次的那个雾灯吗 DIY雾灯科匹传教士的 我们左上角这个车工车业有没有 我之后会帮大家再更加有空好好帮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阿吉跟我很好啊 认识十几年了应该十几年了 我们两个是真的没有在谈钱的 他那边我觉得底盘的东西啊 一些其实引擎他很不错啦 只是我怕你到他那边以后你车不敢进去啦 他那边通常都是一些很高级的超跑 然后这个86他很厉害 BRZ也很强 苏巴路德也很强啦 坦白说有一个我是比较不能接受的啦 可是没有办法喔 自己朋友 纳智杰的部分 他也是蛮强的 那你们这个之后影片 我有机会我会帮大家介绍 那我觉得阿吉那边我在那边花过最多钱的 就是那个车用的改装的避震器 可是不是说我一台车去花很多钱 是我应该超过十台以上喔 的车子的避震器都是去阿吉那边换的 那大家有机会你们可以自己去Google一下 小师哥介绍上周马上跑去换 真心划算避震器车几招感 真的喔那我讲的真的没错 这个哇真的有答有没有有答 真的有听到我的介绍有去试 我是讲真的啦 因为真心讲喔你原厂避震器四肢换起来 你一般我讲一般过来你车就好了 就差不多2万了啦 2万跑不掉了啦 那你去阿吉那边也许差不多 贵贵一点点的钱 那可以提升这个操控感 那甚至喔你车身稍微做降低 其实我是不喜欢车子降太低 因为很麻烦你过一些坑洞啊 一些这样哇停车场八车啊 哇还在那打鞋什么有没有的 我觉得很累 稍微比原厂稍微降低一点点 那我会觉得说整个视觉效果 女孩子是这样嘛一白遮三丑嘛 啊车子怎样一滴一滴就遮三丑了 才两年而已泰山小宝贝就走中 我在这边再次重生 他来我这边的时候就已经变这样了 好不好阿呆阿呆是那个是见证人 全公司人都可以坐证 泰山是来我这边之前就崩坏了 铁灰改水你会要改行照吗 我是觉得不用啦 那除非说你验车到齐你去了 然后被被尿了之后再再说 远端更新很烂 哦对啊我其实买了这一台 B&W以后我对B&W有一点 有一点赌气 一个是说我觉得感觉就是你自己的行踪 然后你跑了多少里程数等等的齁 你都会被资料都会被回传 那其实这个变相就是说 但他讲的很酷嘛 你远端可以控制很多东西 甚至有一些好远端还可以把车叫来 有没有那就代表说我的车有可能是会被 有一天不受我的控制啊 我什么时间点在什么地方完完全全的都被 被窒息的一清二楚 对啊我会觉得说感觉不是很好 那再加上说我本来就对于这种软体的东西不适合信任 因为有软体我觉得出错的几率就会更大 公司牌都是R对啊 过户到小吃汽车牌也可以不换吗 一般牌也OK不太懂 公司牌不是R啦 R所谓的R是这个租赁车啊 租赁车车牌才是R 那基本上你如果自用你不是办租赁的 你是个人的话 基本上租赁公司要把车卖出来 他就会把牌缴掉了 所以你一定要领回自用牌 3008配合度超高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啦 欸我跟你讲 其实很多人都愿意提供车子给我拍 真的 从老车复古车经典车到很新的新车都有 可是我坦白说我比较 不喜欢拍别人的车子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会觉得不好说话啦 你万一像那个Sentra一样 被我说一说 KIMO不好 哈哈哈哈 我说说个牛叫声 说个跳蛋而已 大家KIMO不好 哦 在那些社团里面 大家说到这样 哇 这个人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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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不的 哦 我还是买的更好 我自己的车子 我自己来评啊 我是觉得这样比较好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案例好了 要不然妈没东西剪 整集都在拿迪赛 这个是网友投稿的 他说他到某一个县市去看车啦 然后他有把他们的 LINE的这个对话贴给我 来我 我大概讲一下啦 不要不要给你们看LINE的对话 他说 因为他们是 这个人是跑到外县市看完车之后 然后又传LINE给对方 他说 卖车卖到用片的叫人家去看车 什么叫做记错里程 啊 价格会不会有记错 我有跟你说我要看蓝色那台 也跟你确定有车在 然后一直画素我当我白痴 就是简单讲 就是这个消费者 他要去看一台车 然后价格也确认了 然后要去之前 这个颜色也确认了 然后打去确认 确认说车在不在 然后就去了以后 这个里程是14万 然后车也不是蓝色的 价钱也不一样 然后他就很生气 他就传讯息给那个卖车的人 然后对方就说 不骗你怎么会来 你不来我怎么有机会 然后说 这就是二手车卖车的生态 对方就这样回他 他就说 蓝色那台就卖掉了 你要找我帮你找 你也不要 然后我要帮你找漂亮车 帮你改改装品 你也不要 我不懂 然后对方这个消费者就说 你用骗的我还要理你 然后对方就说 二手车生态就是这样 不信你上网查 我这也不算骗 外面车行都是买A车交B车 我这个不算骗 外面还有更严重的 买A车交B车的也有 对不对我这哪有算骗 你连给我一个服务的机会 都不愿意干嘛要 评判我 然后消费者很生气说 你到底懂不懂诚信 然后对方就说 那你到底了解我多少 刚才这两个是 情侣吵架 然后对方就说 二手车生态就这样 像他老哥 那个消费者都说 你不诚实我干嘛给你机会 大概这个案例就这样 很像小朋友在吵架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常讲的 就是可能刊登一些假的资讯 或者是比较便宜的价钱 然后这个吸引你到现场 然后用各种方式去说明 原本你要看的那台车 不是那台车不在 然后要给你一个更高的价钱 或者说那台车卖掉了便宜的那台卖掉便宜的那台车 车况不好所以卖掉很便宜 然后你都来了 不然你顺便看一下其他台 坦白说啦 当然你不去他是没有机会 这是确实 所以我常说这是一种行销手法 就是先想办法让你来到现场之后 那你本来的标的物没有了 那吸引你去看其他的东西 吸引你去看其他东西 其实我觉得这个状况 不是只有卖二手车油 以前有很多比如说卖手机的 卖很多东西 其实都有类似这样子的手法 或者是说他店里面他有很多东西 很多的品项的东西 那他只挑出一样特别便宜的 来做刊登来做广告 你到了现场之后 可能不好意思卖完了 然后你竟然一趟路去了 你就是有需要 那你可能会去看他其他的商品 这个在这个小卖场 不管在卖什么里面 其实很多都有这种手法 包括一些演进行什么都会有 老板不在家跳楼大拍卖 好那个竞价只要99元 好啊竞片要5000多块 或者是说配一只眼镜 只需要999 可是呢 他跟你讲999的竞片是 妈的多烂多烂 好会磨伤 会刮伤 带久了 还是你要加价 什么蔡司的有的不的 好三千五千的 好换好一点的竞片 好他竞价不赚钱嘛 算便宜99块的竞价 结果竞片很贵 所以其实这样子的销售手法 其实不是说二手车才有 而是我觉得是很多在卖东西的都有 手机以前也很多啊 我坦白说 不能只有说是这个二手车有而已 我觉得各行各业真的都有 好所以这个我觉得只是一个行销的手法 你包括LINE有没有 那个LINE的那个喝茶的有没有 哇每个照片都很漂亮有没有 GH GS多少钱 刚才的钱有喔 我跟妳讲结果旗都阿拉拉 我来说 哇有可能喔也是有可能嘛 喔对最近很多人问我146要不要收 我店里面有四五台 从318到M3都有 都是146的 所以我这段时间我都回答说没有收了 15年的520D要注意什么 变速箱啊肉油啊 我跟你讲BMW不管你买几年的 你就是注意它的变速箱注意它的肉油 你不要买到改装 你不要买到改装的很泡的 你不要买到里程度太高的 然后看检查一下有没有肉油 那事故泡水那些不多讲 买二手车本来就是这样 但是BMW很简单它没有什么问题 它就是环保器变速箱肉油 就这么简单而已 限款马自达62.0是不是CP值很高中古车 因为它中古车价很低 对马6比马3还要划算 因为二手车价马6跟马3差没多少 但是新车马6比较贵 二手车买马6CP值比较高 但不要买到柴油的 我跟你讲一台车齁 我跟大家分享 其实一台车只要30万公里以上 基本上在二手车价来讲 已经坦白说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没什么价钱 那当然很多人说 很多的这个老货车都可以开到80万60万公里 可是我们今天是买自用车不是买货车 上次有一个 还有一个案例是这样 他说他买车被骗了 他买了一台12年的artist 结果后来买回来以后发现 原本里程是30几万公里 然后被调成10万公里卖给他 他好像买20几万吧 然后他问我说这个车 如果现在 因为他买了以后才发现是寄人车 然后才发现被调过表 然后他问我说这个 小师哥这个车现在残值剩多少 我说可能剩不到10万 他跟人家买20几万 然后他就问我说 小师哥那我有看另外一台 这个是新款的 12年是旧款的artist 他说他看到15年新款的 然后也是跑30几万公里 也是寄人车改回来 然后他问我说值得买吗 那我后来我很快就发现这个人 可能他是用价格在看车子 他可能觉得说20几万买到一台artist很便宜 所以他不在意说 会不会其实当过计程车没什么 他在考虑说 会不会其实开30万公里 30几万公里没什么 但是我觉得说买计程车的问题 不是在于说他使用的磨损很高而已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你要注意就是 你为了省这个8万10万块 因为一般计程车跟正常的车 大概差8万至10万的价差 二手车价 那你把它买回来之后呢 买了一台30几万公里引擎的计程车 再来一个引擎已经开30几万了 他的油耗 他的力道已经绝对是不如跑8万 跑7万的 好那你用更高的这个照护的费用在照顾这台车 然后引擎更没力更耗油 然后常要维修修东修西 虽然也许不是大问题都是小问题 但你就是常爱修 然后呢你看一年两年之后呢 你这个车要卖的时候不好意思 没人要收没有价了 但是你如果当时你买的是一台正常的车 也许高8万高10万的价钱 但是它是一个正常里程 maybe跑8万跑10万是一个正常合理的里程 那你在开的过程中也不用负担这么多小问题 引擎磨损耗油的问题 可是重点是有一天你要把它卖掉的时候 它还有价 artist 神车大家还抢着买 可是你artist 神车当过计程车 不好意思 连车商都不屑买 都不想买 好 除非它是专门在卖计程车的车商 可是就算它是专门在卖计程车的车商 它要跟你收 它也要跟你收 很便宜 要不然它怎么有钱赚 好不好 不要买计程车啦 有一种计程车我卖过 而且我觉得也可以买 我在那边跟大家分享 这个是小师的私房菜 跟大家分享 哪一种计程车可以买你知道吗 就是他买了车回来 考成计程车以后 他没再开的 我真的遇过好几台这样的人 我遇过一个是省税金 他为了省税金 他有那个计程车牌 他就改回来 然后考计程车 他想说他会摸走 结果其实他没有在跑 然后他当作自用在用 所以他的里程 甚至比一般的自用车还低 那我还遇过一台车 他那时候三年才开 不到一万公里的计程车哦 你知道他怎样吗 老婆我去上班 车开了去那个计程车行 做什么 拔车 真的 都在拔车 他就车开了 老婆去上班 我去走车 然后车 计程车开了出去 去计程车行 然后整天穿在那儿拔车 掉了十三个车 完大老了 好 他就像度过他这三年 那个车 妈 开不到一万公里 屌了吧 然后他是黄色的计程车哦 我真的还遇过 我真的是遇过 车子很新 但里程数很高 跑二十万 但三千公里就保养 耗材提前更换 这样的车适合买嘛 我觉得没有这样子的车 如果他真的三千公里 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 我觉得他如果低于市价也可以买 可是问题是我没有看过 所谓的什么三千公里 耗材提前更换 我没有遇过 坦白说我不太遇过这种人 一台车如果出了大改款 前一代的车会不会比较有人换购 导致前一代的车 比较多机会流入中古车呢 有 有可能 但是有一些案例 是大改款改的 其实没那么理想的时候 那反而前一代的车子 不仅没有影响 也许还会动降 就是降的幅度会变慢 好 比如说有一些车啦 我不讲什么车 他可能前一款是这个两千四的 就下一代变成两千五的 那改款虽然比较漂亮 但是那个两千五 不符合台湾的税制 对不对 台湾人不想超过两千四嘛 所以反而旧款的这个降价幅度 就会变慢 这个流出市场反而后面接手人 还更多 所以要看他改款改的好 还是改的不好 FocusActive推荐买吗 我还没有看过 坦白说我也还没有试过 但是我是不会想买 对啊 我觉得 我对于这种是很反感 就是把一台Yaris加高 然后说变成Close 或者是把一个Focus加高 变成Active 或者是把一个什么小朋友加高 就变成什么 我就觉得 我怎么看我都觉得很赌气 有没有 或者是旁边再加个轮壶 有没有 那个防刮材质弄一下 就变成一款新的车了 我真的觉得有点 好 不要讲太难听 对 反正就是 就是我不会想要买这种车 930 没有啦 其实 不要说930 手牌的Carola 你只要你买的车 是有点年纪的车 坦白说很多人 会问我说要注意什么 可是真的要注意的东西 其实蛮多的 就是因为他年纪大了 就跟你一个人 年纪大去体检一样嘛 对不对 你肝肾心脏什么 很多地方你都必须要检查过 好 那年轻人可能哪里痛 检查哪里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说很多人会问我这个问题 那老车无非 其实就是我常常在讲的 你回来还要花多少钱整理 其实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 你要注意什么 注意那些耗材 注意你回来 还得花多少钱去整理它 这个可以套用在所有的老车身上 念诗问说小四哥 如果要打蜡打到塑料 还有没有救 要看你打得多深 那如果只是蜡打到 就除蜡剂 或是用一些这个 洗碗精的那种清洁 可以稍微清 清完之后如果还是有点白白的 可能就要用一些塑胶的 塑料的还原剂稍微涂一下 好 让它看起来没有那么的白 好吧 那目前今年本来想要 改一下这个 po车的机制 可是因为 还没有研究出更好的 平台跟方式 所以暂时应该还是会用 Facebook或者是这个 以及这个部落格 请各位这个耐心 耐心耐心 好 为了这个我只好 我只好这个自杀 以致敬意 好不好 直播自杀 Fuck Kat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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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蠢啊 小时上次看YouTube 有人播出 賓士跟米浆容易调表 是不是买冷门车 比较不会被调表 呃是这样没有错啦 但是其实 那个拍这个影片的 那个我有认识 那他之前有问过我 可是我是觉得 坦白说啦 我是觉得 越新的车越不好调 那他说可以整主改 其实我也是怀疑怀疑的 因为现在很 现在的这个双B车 他们的里程登记的位置很多 你包含这个车上的电系的系统 电动窗 呃 头灯 变速箱引擎 然后这个甚至连一些座椅 他都钥匙的晶片 很多的感知器 上面其实都有登记 又记录你使用的里程 所以 你一个调表要调到全部的东西都 调整过 坦白说我是觉得 有一点困难啊 而且甚至你看像现在的B&W 我们刚才在讲 他随时在回传我的 使用的里程到原厂去 所以这个东西你要去调里程 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路可以走了啦 以前调调里程 可以赚个差价 对不对 骗一点钱 可是我坦白话讲 现在的车行 敢调里程的人真的少很多 我可以这样跟大家讲 以我自己亲身周遭的经历 认识很多以前敢调里程的 敢卖世故车的 敢把计程车改回来 自用骗人家卖的 其实 越来越少了 这样子的同行其实越来越少 这是真的啦 但是还是有啦 我老实讲还是有 只是我真的很深切的感受到 这样子的二手车已经很少了 我简单讲啊 以前买到一台车啦 他接四分之一 什么叫接四分之一 我们大提老师 马赛纳迪又出来了 接四分之一 就是从车的底盘 有四分之一切除 比如说车头 四分之一切除 拿另外一台车来 再烧焊上去 重新烤漆 好那你看起来就没怎样 可是其实他是 切四分之一的车 以前 一台接四分之一的车 回来 比如说那台车的行情 30万 接四分之一的车 可能买个十万 十几万 买回来 我讲一大堆同行 要来跟你盘 一大堆同行 要你把车卖给他 因为为什么 这回去 整理一下 卖可以赚很多钱 一大堆同行 拜托你 可是现在 你买到一台车行 你买到一 收到一台接四分之一的车 你不知道卖给谁 你找不到敢卖的同行 你知道吗 还是有 可是变很少 就变下透过关系 有没有 你有没有认识哪个同行 还有在玩这种车的 到处这样问来问去 好因为同行之间会买卖 那我不卖这种状况的车 那我自然而然 这个车我收回来怎么办 你说为什么要收 便宜就收啊 有钱赚就收啊 对不对 一台车正常收30万 他都10万卖你了 对不对 当然收啊 有价差当然收 问题是收回来之后 你想要赚一点钱 盘给同行 你还不知道盘给谁 还是有啦 只是 会比较少一点的啦 真的比较少了 连我们自己要找 都找不太到了 但我相信还是有 啊其实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嘛 只要有钱赚 就是有人敢付汤到火 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时间差不多了 好不好 大家晚安啦 拜个晚年 好不好 再来准备过228 大家再撑 撑两天就放假了 是不是 goodbye goodbye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